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圣经专家》参考经文 《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节 他找到一处写着说 耶稣是神 九约圣经是他与世上的执笔者 一起同工写成的 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从年幼起就和其他孩子一起研读圣经 并且跟从拿撒勒的老师学习 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清楚圣经的教导 他善于运用圣经中的话 来为自己辩护 并且表明自己的身份 在今天经文的前半部 耶稣引用了三段 出自《生命记》的经文 来战胜魔鬼的试探 当魔鬼试探他 吩咐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 耶稣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当撒但引诱他 屈服下拜的时候 耶稣说 当拜主 你的神 担要侍奉他 当撒但试图 让耶稣做出悖逆的行为 来试探神的爱 耶稣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在经文的后半部 耶稣引用以赛亚的话 向家乡 纳萨勒的人 表明自己的身份 他是传报好信息的人 是瞎眼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他是拯救者 也是神拆来的使者 前来宣告神 悦纳人的喜年 耶稣知道 神的话 与教训 读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意 都是有益的 摩西也同样需要 学习这些功课 预备自己去领导神的子民 我们若用同样的方法 来装备自己 那就是明智之举了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神 你的话 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求你引导我 去研读喜爱 应用你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